我们今天中午来Brenchy吃午餐,对是拉萨尼啊 算是那种类似快餐,就是意大利快餐 然后店里刚才拍有披萨啊,还有这种 反正就是午餐一些,可能在附近上班的人也会来吃 第一次用麦克风接在相机上 有点尴尬,因为很多人都在看 因为这个麦克风很大,但是感觉收音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待会也要去China Town 会不会相机打贼被人家走啊? 对啊,会... 我们现在就是正好路过一家,叫Moskova District Market 而且他经常会办一些小活动,比如是什么打折 或者什么Vintage Market 然后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有什么 不可能 去 我走 去吧 去吧 从那里面出来了,然后我刚才有买到一件打折的 Christopher Asper的泳衣 可以下一期开箱的时候一起跟大家分享 现在要走去米兰的China Town 因为我们要去超市买一些煮饭的东西 我觉得米兰其实说实话生活还是挺方便 国内的东西基本都可以买得到 只是价格稍微比国内贵一点 所以就是China Town 附近的一条街叫Gorso Gormor 就是最有名的那一家买售店 基本上我感觉来米兰的人都会去Gorso Gormor 10号 就是咱俩第一次拍Vlog的时候就拍了这家店 对 然后来着喝咖啡 对 它也有咖啡厅跟卖书的 一个有收获的人 我没想到他有这双爱迪达 他说这个就是Truv了 我想起来了 他现在还在纠结Size 他刚才就是没事明白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让人家再给他拿 然后他最后拿了一个他不确定的Size 他就跟我说他可以又不可以 刚才Truv给我纠结了好久 昨天晚上关完龙卷风的米兰 这条轨道是Truv的轨道 应该电车都走不了 现在正好是落日 准备在阳台上待一会 因为昨天不是下了暴风雨吗 然后今天天气就很舒服 外面是鸽子的家 早上好现在是六点二十 我们今天早上超紧早的起床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点 懵 你别说话 咄咄逼人 因为我要去办驾到的文件 所以等一下去一趟文吧 拌完了他的材料 然后现在准备去找一个阿姨吃饭 来罗马觉得罗马质安好像比米兰更差 我包都这样背在衬衫里面 我们现在在罗马的Amena Shanday的楼顶 今天非常的intest 因为我刚才一个大痛经 然后在路上差点晕倒 然后只能下来的Ina 然后在厕所等太多去买一只铜鸟 我忘了我要说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吃了一颗布罗芬 我终于好一点了 所以我们一会就要出去逛一颗 我走罗马我不需要等 我们现在在罗马市中心的一条小巷 在日程安排就是逛一逛街 然后走一走拍拍照 没了就准备去赶晚上的火车了 今天真的行程有点太赶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 感谢布罗芬 这次来罗马我发现流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盗包 因为这样然后你的手就抓住 然后卡住这个拉链的位置 没有人可以动我的包 漂亮 我们现在在罗马的人民广场 然后刚才我说正能到不值得你拿出相机吗 因为他一直很索 他说不要不要我怕被人盯上我呼叫在包里 然后现在反正就是我的一番说服之下 他终于拿出了相机 这警察不错 我们就站在警车旁边 我们就跟着警车走吧 我觉得我要把相机收起来了 我已经开始害怕了 刚刚那人盯了我一下 我们在人民广场就发现一个超美的喷泉 之前感觉都有路过 但一直没在这拍过照 然后我们刚才在这拍了两张照铺 后面一个害怕的人 现在在一家很有名的咖啡店门口 要买一些咖啡粉还有咖啡糖 没有喝过这一家 对啊这边我们还真没来过 然后但是离那个金杯咖啡很近 现在也在万神店附近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再晃一晃就去港火车回米兰啦 再往前就危险了 好那我不拍了拜拜 今天我们现在要去邮局寄一个包裹 有人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了新鞋 本来说好的等到开箱的那一期视频再穿 outfit check 美人都差点一样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look 就是吊嘎配上 一个亚马的裤子 Cicely Bunton这件吊带 我觉得它的那个形真的还挺可爱的 然后后面的肉背 其实小心 我觉得这个墨镜这种圆圆的 跟这件上衣就很配 气泡水槽 现在后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米兰喷泉 在宝克利酒店附近 大家可以从小巷这里找一找 也可以找得到一个米兰拍照 Destination 下一站出发去Apple Store 它的手机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信号很差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们俩现在用的是同一个运营商 但是它的信号还是比我差 但它手机比我新很多 所以就是去Apple看一下 看它手机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看叫藏乐的look 跟着窗戏 今天我们现在有点赶时间 要去吃一家拉面 因为现在出门有点晚 快要关门了 我们走吧 上衣是Kate 之前我分享过的那件 然后今天没有到非常热 虽然太阳很大 所以就还可以 它是羊毛就挺厚的 然后这种corsat 我有点担心一会吃饭的问题 就是吃饭可能坐下 就会非常的紧 然后裤子是Solohan 然后我觉得这一身很配 然后把这Chanel这个小包 变成腰包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hydration 就是出门一定要带水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走到拉面店了 在运河附近一家拉面店 在这儿 我们点了一个白味噌 跟一个柚子拉面 对 真的很怕拍到别人 之前有一次在外面吃饭 然后我后来剪视频 发现有人在瞪我 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安东尼欧里 是吗 要去米兰一家选品非常好的买手店 叫安东尼欧里 然后之前我们也如果路过的话 一定会去了 前面就是运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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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逛完了 安东尼欧里 还有米兰的第三家DMAG 但是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合适的东西 他刚刚试到了一件Ruff的Polo shirt 但他现在有点不确定 是件浅紫色 感觉有点像老头衫 但是又感觉就是又是Ruff 很纠结 我刚刚吃饱饭 然后穿这件衣服就超级不舒服 就感觉胃一直被勒住那种感觉 然后就很想吐 外观给他一个好评 但舒适度给他一个差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长时间穿他出门 所以我这一次有了一个深刻的感受 为什么把女性脱掉这个书身衣又穿上呢 不OK 真的不OK 这两个礼拜我每天都在背这个包 因为就是很轻 然后又很方便 什么都会往里面丢 这家奶茶店的形象长得跟Henry小时候很像 刚才那家家具店的店主是一个老爷爷 可能里面都是他自己的一些选品 然后店里放那种很摇滚的音乐 然后他唱了一根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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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有一个奇怪的人 有一个奇怪的人 今天也outfit check 穿了这条Laya的裙子和这件toe time的小背心 这条裙子它其实看起来挺隆重的 但是配这种背心就会稍微感觉比较休闲一点 这是Tora的饭量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一家牛排店 Henry非常期待的一个牛排 但是我对牛排真的还好 这咖莲餐前面包都有肉 牛排店 牛排里面有包起司和馅料 这个超级好吃 看我切 超一片薄的 你把你太吃了 还是不要听他说 真的很好吃 有一个关于我们俩的fun fact 就是我们超级吃不到一起吃 当街补一个口 嗯 我用的这个是NARS的American woman 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 它有点偏裸色 然后有点紫色调 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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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